他是开国元帅曾把蒋介石打得抱头鼠窜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敌人整整七个团 就连一生胜仗无数的毛主席提到他的名字也是赞不绝口 他就是开国元帅徐向前一生冲锋陷阵 为了新中国立功无数 可他临终前留下了三句遗言 江主席却一句都没有答应 欢迎百度搜索徐向前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在这点个三连一起来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90年6月李先念带着悲痛的心情前往医院 去送自己的固有最后一程 这个人就是不医将军徐向前 在因肺结合而入院治疗后 徐向前的身体状况急速下降 整个人肉眼可见的虚弱了下去 似乎是冥冥之中有了预感 在为数不多的清醒时刻 徐向前拉着家人的手向他们交代了三条遗言 无办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将骨灰洒入太行山 大别山大巴山及河西走廊 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 在陪伴徐向前走完人生中的最后一程后 徐向前的家人便将其遗院上报中央 等待江主席做进一步批示 但在得知徐向前的遗院后 江主席却一反常态 婉言拒绝了家属们的请求 江主席表示 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徐向前一直冲在革命一线 为党和国家创造了无数个珍贵的第一 红军第一次整师歼面国民党军队 就是由初来乍到 还仅仅只是参谋长的徐向前指挥完成的 在从黄埔军校毕业后 徐向前并没有顺理成章的加入国民党 而是选择了鄙视势头更落的共产党 这足以证明他对革命事业的远见与坚守 在跟随毛主席作战的日子里 徐向前不顾个人安危 始终在前线坚持战斗 在所有的红军将领中 徐向前是指挥部队数量最多的那个 凭借着自己出众的军事指挥能力 徐向前率领部队 创下了一个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写战役 甚至震惊世界的收紧阵地的战法 就是由徐向前发明并成功实践的 在江主席看来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走向成功 离不开徐向前这样的将领拼死战斗 也正是因此 在对待他们的丧葬问题时 必要的仪式绝对不能减半几半 与其他革命将领相同 徐向前一生都低调节俭 这也是他不愿中央为自己举办葬礼 以免劳民伤财的最大出发点 但徐向前不知道的是 党和人民都无比感谢他们的拼死奉献 如果真如遗愿所请求的那样 既不搞遗体告别仪式 也不办追悼会 那么就很容易伤害到人民的感情 也正是因此 在进行过谨慎的斟肿过后 江主席决定 照常为徐向前举办遗体 追悼于事 而在徐向前的骨灰处理问题上 江主席却犹豫万分 照理来说 像徐向前这样的革命将领 骨灰理应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所以在刚听到徐向前的最后一条遗愿后 江主席选择了晚人拒绝 但在仔细思索过徐向前提出的 四个抛洒骨灰的地点后 江主席这才突然醒悟 之所以徐向前要将骨灰 撒在这些地方 是因为这里安葬着 他多年前的战友 因此 在将徐向前的遗体火化后 江主席最终决定 同意徐向前最后一条遗愿 将他的骨灰 撒入不同的地方 而没有照例 放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对于新中国全体人民来说 江主席的处理方式 虽然没有全部实现 徐向前的遗愿 但却照顾到了民族感情 这是对革命将领的最高致敬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